地震发生时我们该如何正确避险 地震余震的特点和防范措施有哪些呢 如何紧急规避 这些地震逃生自救常识一定要知道 地震发生时如何第一时间科学避震 地震发生时首先要保持冷静 不要慌乱 快速判断自己所处位置和震动状况 国内外专家普遍认为 震时就地避险震后快速撤离 是应急地震的基本准则 地震发生时如果你所处的是平房或楼房一层 且室外比较开阔 可以力争迅速跑出室外地震 如果是楼房二层或以上 且室内避震条件和建筑质量较好 首先要选择室内地震 因为地震时震动时间短强度大 人往往无法自己站立 很难迅速从楼内跑到室外 应优先选择立即躲避在室内的卫生间 储藏室 浴室等 开间小有承重墙或支撑物的地方 或者是坚固的桌子 床 茶几 沙发等家具旁 这些地方在房屋垮塌时 容易形成三角空间 这时你要迅速地趴下 尽量蜷缩身体 降低身体重心 低头 用衣物枕头等护住头颈 不要压住口鼻 或抓住身边牢固的物体 防止摔倒或身体移位 专家提醒 地震发生时特别要牢记 绝不要在慌乱中选择跑向阳台 翻窗或跳楼 这一点极为重要 因为地震袭来时 门窗会迅速有去变形 这些地方都是地震时 可能最先坍塌的地方 同时 中高楼层居民 千万不要搭乘电梯逃生 如果地震发生时你身处失败 则应迅速避开如楼房 特别是有玻璃幕墙的楼房 立交桥 过街天桥 高烟囱和广告牌等 这些高大建筑物 远离 水坝 陡坡山崖 狭窄街道和微旧房屋 特别要注意避开电压器 高压线 电线杆 以防触电 不要在毅然易保危险品仓库附近停留 震后余震活动特点及防范措施 地震发生之后 能量的释放有一个持续和衰减的过程 所以在大多数较强地震发生后 在震源区及其附近会发生的 震级较主震相对较低的地震 被称为余震 余震活动的总体特点之一是 在多数情况下 余震活动强弱与主震大小相关 主震越大 余震的活动就越强 次数越多 余震活动的另一个显度特点是 余震活动会随着时间 在强度和次数上逐渐衰减 但不同构造区域的余震活动 持续时间会有很大差异 有的持续几个月 而有的可能持续十几年或更长时间 在我国根据地震频率和释放能量的不同 通常将地震分为三种类型 一 孤立型地震 是指一次大地震之后 余震强度相对很弱数量不多 二 主震余震型 是指余震强度相对较弱数量较多 三 多震型 是指主震为几次强度接近的事件 而且余震数量很多 统计表明在我国大陆地区 80%的中强以上地震 为孤立型和主震余震型地震 也就是说 大约80%的五级以上地震之后 后续余震的震级和活动水平 都不会高于主震 余震来了该怎么办 专家提醒 避震 不分主震和余震 切不可掉以轻心 一是要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例如山体滑坡 水库溃堤 燕色湖泄漏崩塌等 在搭建临时避震场所时 必须远离这些区域 二是要防范危防 进一步破坏伤人 主震后余震持续不断 在专业部门尚未对房屋 进行安全鉴定之前 即使自家房屋尚未倒塌 震后也不要冒人进入或居住 救援人员和护救人员 在震后短时间内的 余震密集活动期间 必须要有一定的防护措施 提高防范余震的意识和技能 减少余震伤亡